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生物技术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教母的酒吧之夜,发酵界的社交达人 二,基因剪刀的剪贴布,定制生命的艺术 三章鱼的心灵感应,海底的情感网络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教母的酒吧之夜,发酵界的社交达人 在微观世界的繁忙街角,有一家名为细胞酒吧的特殊场所 这里每晚都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绝伦的社交盛宴 主角,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老朋友,教母 这些微小的生物在人类的酿酒历史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而今晚,它们将在这个微观的酒吧里展示它们是如何成为发酵界的社交达人的 首先,让我们来来解一下教母 教母是一种单细胞真菌,它们的生活方式非常有趣,可以说是真正的社交蝴蝶 在细胞酒吧里,教母通过将糖分转化为酒精和二氧化碳来制造它们的社交饮品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啤酒,葡萄酒等酒精饮料 这个过程被称为发酵 但教母的社交生活源不止于此 它们在细胞酒吧中的表现,实际上是一场精妙的化学反应派对 当教母吞下一颗糖分子时,它们首先会给糖分来一个热情拥抱 将其分解成更小的分子 然后,就像在酒吧里调制鸡尾酒一样,教母将这些小分子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生化反应 转化成酒精和二氧化碳,这就是它们的派对音品 但教母的社交技巧不仅仅体现在它们制造酒精的能力上 在这个微观的酒吧里,教母还擅长于与其他微生物建立关系 有时,它们会与乳酸菌等其他微生物合作 共同制造出口感更丰富,风味更独特的音品 这种合作关系就像是酒吧里的顾客们互相交流即为酒配方 共同创造出新的音品 当然,教母在细胞酒吧中的社交活动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有时,它们也会遇到一些不速之客,比如有害细菌 这时,教母就会展示出它们的另一面 通过产生抗菌物质,保护自己和它们的饮品不受侵扰 确保派对能够顺利进行 总之,教母在细胞酒吧中的表现堪称一流 它们不仅是发酵界的社交达人,更是酿酒艺术的大师 下次当你想说一杯美酒时 不妨想想那些在微观世界中忙碌社交的教母 感谢它们为我们带来的美好夜晚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基因剪刀的剪贴布,定制生命的艺术 在生命科学的浩瀚宇宙中 有一项技术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无限的可能性 像一位时空旅行者般引领着我们探索未知的领域 这就是被誉为基因剪刀的Chris Perica 9技术 想象一下,如果你手中握有一把能够精准定位 剪切和修改生命密码的神奇剪刀 你会做些什么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名为基因剪刀的剪贴布 定制生命的艺术的虚拟剪贴布 探索其中的奇妙故事 第一页,剪刀的诞生 故事的开头要追溯到上个世纪 当科学家们在一些细菌的DNA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重复序列 这些序列之间由独特的间隔序列隔开 这就好比在一本书的文字之间 不时地插入一些看似无意义的图案 长久以来,这些重复序列的功能一直是个谜 直到有一天,科学家们发现这些图案 其实是细菌用来抵御病毒入侵的秘密武器 它们能够帮助细菌技术曾经入侵过的病毒 并在下次遭遇时精准地将其剪切掉 这就是CRISPR-K9技术的雏形 第二页,定制生命 随着对CRISPR-K9技术的深入研究 科学家们发现 通过设计特定的导向RNA 这把基因剪刀可以在生命的庞大密码本DNA中 找到几乎任何想要的位置并进行剪辑 这就像是给生命的编码加入了一个强大的编辑功能 无论是修复遗传缺陷还是增添新的功能 都变得触手可及 第三页,艺术与争议 然而,随着这把剪刀的威力日益显现 人们开始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使用这项技术 在治疗遗传疾病 提高作物产量等方面 CRISPR-K9技术无疑带来了希望 但在此同时 关于伦理和安全的讨论也如影随形 比如,修改人类胚态的基因是否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我们是否准备好迎接这样的未来 第四页,未来的篇章 尽管争议和挑战依旧存在 但CRISPR-K9技术的发展势不可挡 未来,这本基因剪刀的剪贴簿 将会收录更多令人惊叹的故事 或许有一天 我们能够彻底战胜遗传疾病 或者在火星上 种植适应当地环境的作物 无论如何,这把剪刀 已经在生命的画布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结语 在这本虚拟的剪贴簿中 每一页都记录着 人类对生命奥秘的探索 和对未来的憧憬 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预见 这把基因剪刀将引领我们走向何方 但可以肯定的是 它已经开启了一场 关于生命本质的全新对话 在这场对话中 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 也是见证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章鱼的心灵感应 海底的情感网络 在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时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 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 而海洋世界的居民 章鱼 无疑是这些奇观中的佼佼者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 这些八壁怪物 可能存在的心灵感应能力 以及它们 如何在海底建立起一个 充满情感的社交网络 首先 让我们澄清一点 当我们说章鱼拥有心灵感应能力时 这并不意味着 它们能够透过思想直接交流 或者在海底开设心灵感应培训班 不过 这些聪明绝顶的生物 确实展现出了一些 让科学家们惊奇的社交行为 这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 显示了它们之间 可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情感连接 章鱼是孤独的猎手 它们大部分时间 都在海底独自游荡 寻找食物 然而 当它们偶尔碰面时 就会上演一场 精彩绝伦的心灵感应大戏 这不是通过言语或声音 而是通过颜色和皮肤纹理的变化 来进行的 是的 你没有听错 章鱼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外观 来传达情绪和意图 这在动物界中 可是相当罕见的能力 想象一下 两只章鱼在海底相遇 它们开始通过皮肤上的变化聊天 一只章鱼 可能会突然变成鲜艳的红色 表示它很生气 或者想要显示自己的支配地位 而另一只 则可能选择变成柔和的蓝色 表示它的友好 或者投降 这种非语言的沟通方式 无疑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心灵感应 当然 这种沟通方式的精确度和复杂性 仍然是科学家们研究的对象 但可以肯定的是 章鱼这种独特的沟通方式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去理解这些海底生物 如何在缺乏声音的深海中 建立起情感的联系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章鱼的纪录片时 不妨想象一下 这些八臂怪物 在用它们的心灵感应能力 建立着一个只属于海底的情感网络 而我们 作为旁观者 或许永远也无法完全理解它们的心灵世界 但这正是大自然的奥秘所在 不是吗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教母 基因剪刀和章鱼 在微观世界中的精彩表演 教母展现了 自己在细胞酒吧中的社交技巧 成为了发酵界的社交达人 基因剪刀 Chris Berka 9技术 则让我们看到了 未来定制生命的无限可能 章鱼则以其心灵感应的能力 建立起海底的情感网络 在这些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微生物和生命科学的奇妙之处 它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美酒和美食 还让我们窥探到生命的本质和未来的可能性 不过 这些故事也引发了我们对于伦理和安全的思考 让我们意识到 在使用这些技术时需要谨慎和慎重 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 我们可以一起思考这些问题 并找到我们自己的答案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